这是一种神仙的减肥方式 把一群300斤的胖子 随即丢进神秘浴桶里 然后再转上个200来圈 出来后就会瞬间变成长腿美女 这样的减肥 你想要吗 小花就特别想变瘦 于是就走进了这家减肥医院 在这里很奇怪 所有的美女不仅身材一样 长得还一模一样 随后小花就被带进了一间浴室 经过美女的曼妙舞蹈后 所有人都被丢进了巨大的浴缸里 然后天上就掉下了一群大管子 将她们每个人不停的旋转 经过200来圈后 又把她们放进烤箱里 每个人的身上还要喷上一些神秘喷剂 静静等待五天 这期间绝对不能吃任何东西 她们不停的挥舞胳膊 希望全身都能雨露均沾 但一个女孩却趁人不注意 偷偷跑了出来 因为她太饿了 结果她真的在一个房间里 发现了蛋糕 就在大家都即将进入最后一个关键环节时 女孩却没忍住诱惑 偷吃了起来 而这时 大家都被一根大管子吸了上去 掉下来时 都变得瘦瘦的 她们都从300斤变成了80斤的美女 随后再由工作人员送出医院 哇 这真的太漂亮了 但总有意外 小花真是经过9981难 也受不下来 但她并没有失望 因为爱你的人 永远不会嫌弃你 也只有自信健康 才是真正的妹 那你们猜 那个偷吃的女孩 到哪里去了呢 这个女人正抱着刚出生的婴儿 拼命的逃跑 结果却在800米处 遇到了一只绿色的大手 她一把就把女人推下了悬崖 随后又对她来了个致命一击 女人被弹飞了3000米 她赶紧抱着孩子 玩反方向奔跑 却被巨手用石头 无情的阻拦 这还不是最惨的 更惨的是 天上又掉下了无数的尖刺 随时能刺穿女人的身体 直到女人精疲力尽 巨手才肯停止 女人抱着孩子 更是一步一爬的 想逃离这里 可突然又被巨手抓起 她好像是玩够了 狠狠的就把女人甩到了地上 就这样 弱小的女人被摔死了 只留下了三个月大的孩子 而那只巨手也并不是怪物 这是一群外星小孩 因为巨大 他们欺负起这些小人 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只有少数幸运的 会被当成宠物 饲养起来 所以这个刚刚失去妈妈的小孩 既是不幸的 但又是幸运的 因为她被一个外星女孩 迪瓦砍上 为了控制她 迪瓦还给她制作了个项圈 只要按动按钮 小拉姆就会立刻回到她的身边 可她绝对想不到 这个小孩会在不久的将来 差点毁灭这个星球 从此迪瓦每天都会为拉姆 吃各种好吃的 和穿各种漂亮的衣服 但她的方式就有点特别 喂饭是杂的 喝水是用烟的 小拉姆能夺活一天 那都是生命力顽强 她每天都想逃跑 可总是被抓回来 迪瓦觉得拉姆的眼睛好看 于是也给自己画了一只 顽皮的小拉姆决定戏弄一下迪瓦 却差点被迪瓦呛死 渐渐的小拉姆已经长到了六岁 迪瓦还会教她自己的语言 更是每晚都会抱着她睡 但拉姆的一年时间 只是迪瓦的一个星期 因此拉姆的生长速度也是极快 长成少年的拉姆 每天都想着怎么逃跑 因为她要找到机会 为母亲报仇 可每次逃跑的惩罚都很严重 不是在死 就是在死的路上 直到这天 事情出现了转机 因为迪瓦到了上学的年纪 可你绝对没见过这种学习方式 所有人只要戴上高科技耳机 耳机就能将身影装化成图形和记忆 最后传入大脑神经 并永久保存 更快乐的是 迪瓦每天只需要学习一个小时 而小拉姆也由于降圈的作用 能够感知到迪瓦学到的所有知识 渐渐的小拉姆也掌握到了 巨人和这个星球的所有秘密 还很灵活的去运用它们 原来在这个星球 所有坚硬的东西 只要一听到魔法 就会瞬间破碎 她开心极了 但迪瓦也在渐渐长大 她对知识也有了更多的渴望 于是就开始疏远小拉姆 因为它们是这个星球最发达的文明 每天的进步就是去冥想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 它们的灵魂就会脱离身体 飞向另一个神秘的地方 并与另一个身体结合 再通过一种爱的魔力钻圈圈的方式 得到大脑的升级 从此迪瓦的学习也不再适用耳机 而是需要更高级的升级 这也给小拉姆的逃跑 制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她带着智慧的耳机 逃进了森林 她知道在那里有她的同类 我们叫他们玛雅人 因为弱小繁殖力又极快 所以蓝色巨人 更是把他们当成低等生物 随意玩弄 可拉姆还没走出森林 就被迪瓦发现她逃跑了 于是迪瓦安动自己的开关 要强行拽拉姆回来 耳机却被两棵树拦住 便看迪瓦很快就要找到她 危机时刻 却突然出现了个野生玛雅人 她一把就割下了拉姆的项圈 还带拉姆来到了玛雅人的基地 那就是一棵长了白毛的大树 里面住满了她的同伴 看到拉姆的小丑装扮 所有人都笑哭了 而且并不想接受她 因为每次巨人发起进攻 都是这些宠物像井犬一样 带领他们精准地找到 玛雅人的藏身之处 可很快他们的顾虑就被拉姆打消 因为她不仅会用巨人的智慧 帮助玛雅人 打开各种吃人的盒子 救出同伴 还可以把各种怪物 灌进笼子里 但巫师却认为那是邪恶的力量 于是就考验她挑战 种族里最强的王者 这怎么能难倒她 毕竟曾经拉姆在巨人的 宠物大乱斗游戏中 把别人的王者宠物 按在地上好顿摩擦 果然不出意外 拉姆弹指尖就杀死了对手 这让玛雅人不得不相信她的实力 从此拉姆带着族人 每天学习巨人的知识 玛雅人的智慧也得到了升级 更是每天都在研究 怎样大白绿色巨人 很快他们的知识就得到了运用 他们用巨大的钳子 做成起重机 来为自己建造更坚固的宫殿 可你绝对想不到 他们是怎样制服 一直以他们为食物的外星怪物 巫师把爪子的一端狠狠地抓在地上 然后再把另一端精准地投掷到怪物身上 就这样 一只 两只 死死地把怪物的翅膀抓住 等到怪物意识到危险 翅膀早已经被爪子抓破 他们开心极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 猎杀比自己大无数倍的猛兽 也成功地拥有了强大的生存能力 但一个星球上 怎么可能存在两个强大的文明呢 在得知逃跑的宠物 带走了他们的知识 并且让玛雅人强大起来后 蓝色巨人怒了 并产生了可怕的想法 他们要阻止这种文明 于是他们发起了进攻 不仅释放出无数的毒气 还疯狂地残害玛雅人 绝大多数人更是死的死 伤的伤 在力量的巨大悬殊下 玛雅人不得不选择躲进了强洞里 可阅安的哭声 还是让巨人发现了他们 更是毫不客气地 将49码的大脚重重地踩了上去 为了避免种族灭绝 玛雅人第一次学会了反抗 于是他们成功地搬到了巨人 并且杀死了他 这下完了 他们闯大祸了 于是拉姆不得不带着他们 向远处迁移 就这样 他们整整走了367天 幸运的是 他们找到了个巨人废弃的飞船基地 于是玛雅人在这里 成功地跨越了文明 他们用学来的知识 制作更多的武器 他将巨人的飞船缩小 以便为自己所用 更能作为武器 防止巨人报复他们 而且必须尽快建造更多的飞船 好飞往距离这颗星球 八亿万光年的火星 去建立自己的文明 并摆脱巨人们的控制 但巨人根本不可能允许他们进步和逃离 并且发誓 必须要惩罚弱小的玛雅人 很快他们就被巨人发现 愤怒的巨人这次使用了更加先进的武器 没一会儿的功夫 尸体就遍地都是 更像垃圾一样被巨人无情地清理掉 拉姆眼看拼是拼不过了 毕竟自己还在发展阶段 于是就赶紧带上所剩无几的族人 选择提前登上火星 而此时的火星不仅一片荒芜 更有神秘的无头雕像 拉姆这才知道了巨人的秘密 原来他们冥想后 所有的意识都会飘到这里 经过一种神秘的仪式 才能让巨人的意识更强大 否则他们就会变成行尸揍肉 拉姆害怕雕像会摧毁他们的飞船 因此就对其发起了进攻 忽然雕像被摧毁后 巨人们也变得失去了意识 原来这才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看来外表看似越强大的人 弱点就越脆弱 随着越来越多雕像被炸毁 巨人也随时面临着被灭族的危险 于是巨人不得不向拉姆妥协 并为玛雅人建立一个适合他们生存的新的星球 名为地球 从此玛雅人得以繁衍生息 不再生活在恐惧里 所以再强大的对手都有弱点 只要不放弃一切皆有可能 你绝对没见过这么狠的老奶奶 一头十吨重的怪物想要吞掉它 下一秒 老奶奶已经有五百岁了 颤颤巍巍的连东西都拿不动了 可它却每年必须要饲养一只六只脚的小怪物 还要每天喂它吃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刚开始的时候小怪物很挑食 老奶奶给它夹虾吃 它根本不知道什么味道 只知道拒绝 但老奶奶并没有灌着它 硬是塞进了它的嘴里 小怪物仔细一嚼 诶 还挺好吃 于是就开心的不得了 当奶奶在喂它大虾时 它想都没想 就一口吞掉了 更神奇的是 小怪物吃完东西就会变大一点 它迫不及待地想要更多的食物 于是老奶奶又拿来了三重症 小怪物又是一口吞掉了它 接着是香蕉 这也太可爱了吧 喂的桃子 它还要表演一下再吃掉 老奶奶看着近见长它的小怪物 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于是它开始投喂更有营养的食物 而小怪物第一次尝到了肉的美味后 就一发不可受试 于是开始不停地吃 吃吃 奶奶的一味纵容 让怪物的食欲越来越大 直到最后 居然变成了一只十顿钟的怪物 而老奶奶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投喂它的食物了 怪物怒了 不求回报的投喂 小怪物认为是理所应当 它并不感激奶奶 而是张开了血盆大口 想要吞掉了奶奶 结果下一秒 就在这时 篮子里又出现了一只小怪物 这只小蒲公英马上就要死了 因为它已经七天没有喝水了 而它的对面 却有几只水龙头正在拼命地洒水 它可坏了 想要跑过去喝水 但用尽浑身的力气 都没能拔出自己的脚 这时身后的家人 也因为长期缺水 纷纷倒下了 小蒲公英拼命地想唤醒它们 可已经来不及 怎么办 它不想任命 眼看水源浸在眼前 它决定拼一次 它努力地挣脱土壤 再用叶子扣住自己的身体 死命地往外拽 终于它成功了 它激动地迈出了第一步 却被温度极高的地面烫伤 小蒲公英疼得嗷嗷直叫 但强大的求生欲 让它不得不拼命 尽管每一步都被烫得尊心地痛 但它依旧坚定 很快它就被烤得遍体离伤 还透支了所有的体力 它重重地摔倒在地上 原本没有多远的距离 但对它来说却如此遥远 它拼命地向前爬 眼看马上就要碰到水源了 自己却因为跑烂了根部 马上就要死了 但只要不死就有一线的希望 它努力地爬起身体 用最后的力气燃烧了生命 将自己的种子抛了出去 种子水风播种到了肥沃的土壤里 当阳光再次来临时 小种子开始破土而出 小棚翁英做到了 它用自己的生命 让自己的孩子 在更美好的环境下生长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只是有人在替你负重前行而已 且行且珍惜 这个女人太狠了 把自己缩小了一千倍 只为了体验下 在一百五十度的可乐里泡澡 男友还贴心地 为她准备了浴霸和绿植 这可把女人高兴坏了 但一百五十度 根本满足不了女人 于是就叫男友 为自己吹气 来把温度增加到两百度 直到七个小时后 男友太渴了 于是就连盆带可乐的 都给燥了 咱也不知道 那是个啥味 这可把女人给气坏了 于是两个人就开始吵架 还一直吵到了大街上 但男友就是不道歉 女人怒了 丧及了母老虎 下一秒 她就变成了八百米的巨人 还发誓 立须要惩罚自己的男友 女人肆无忌惮地 在大街上随便溜 没走一步 地面都是一颤一颤的 但奇怪的是 大街上的人一点不怕她 还好奇地在一旁拍照 但她很快就引起了军方的注意 害怕女巨人会破坏地球 于是立马发起了进攻 结果两枚炮弹下去 不仅一点没有伤害到她 还被女巨人一巴掌拍到了地上 所以可千万不要惹怒一个 正在发脾气的女人 这下她更嚣张了 最惨的是 巨人一下就标中了自己的男友 原来她就藏在一处天台上 等到男友发现她 已经晚了 女人一发抓起男人 就放进自己的嘴里 嚼道那是嘎嘣脆 我爹妈呀 真是太可怕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家里是否也有一只 这样的母老虎呢 一个正爱打网球的男人 却一般被叫了伞 砸死了 原因竟然是 她发现了一个神秘小洞 而这个小洞 只需要一元硬币 外加一滴血 就可以预测自己的死亡 而男人的纸条上 却写着被砸死 没想到竟然是真的 可能你不相信 但这时又路过一个长腿美女 出于好奇 她也投了一元硬币 还把手伸进了洞里 咔巴一声 女人的结果出来了 她打开一看 竟然是老死 这可把女人乐坏了 本以为会这样幸福下去 可突然 原来是被老年人撞死 太神奇了吧 接下来的受害者 是个富二代 在发现这个小孔后 她也测试了一下 结果 既然是辣妹 她为了防止自己饥渴 还去了无人岛 但导演还是安排她 偶遇了个美女 美女又十分主动 男孩当时就被吓个半死 赶紧跑路 可美女却讽刺她不行 男孩怒了 刚刚又解释 突然 就被一个满身是火的女孩 哭到 这太奇葩了吧 但还有更奇葩的 这个女孩的结果 竟然是穿越 她激动的和闺蜜分享 闺蜜却以为她疯了 于是一个闹钟 就砸到了她的头上 让她清醒一下 这下可不得了了 女孩直接就穿越了 还没等自己反应过来 一打打枪就对准了她 最后这个精神小伙 更惨了 是熊 从此凡是带熊图案的东西 她碰都不敢碰 就连睡觉都要带把斧套 但万万没想到 今天没带工具 她的垃圾桶里 竟然钻出了一只熊 这下完蛋了 这真是好奇害死猫 如果真的有这种机器 你敢好奇吗